这是浑江,铜花的浑江 这地方剪得真不错 这是他们生产的厂 还有集团没在这 我们这个集团是离市区比较远的 早上我们开车过来的简单时间,起来晚了,要不我们早就到了 一会儿等人家工作人员出来接我们 然后我们得进去,要不然你看 有那个登记 外来人啊,车啥都会登记 咱等会儿呗,等会儿那啥,走 我们接下来整体大阵长,三人来,要不然一个开车不行了,我也受不了 这会儿这么大地方 对,我们整个这个园区现在已经进去是370公里 然后我们这边开了就是视频车间,保健品车间,化妆品车间,然后药厂所在区域和行政办公区 这是我们的视频车间,这是我们的视频车间 这是我们的视频车间,是我们的视频车间 那这个还要建到这? 对,我们的视频车间还有件事 那我看一进场就把这儿有一个调话的意思 这是咱们的老厂区,咱们先生不是药厂的,老厂里人的,这是我们这个新的生育区 这块地更大些 这边以后见见的时候,那边就往这边挖 对,那边不是高铁吗,这边就挖 啊,啊,啊,全挖到这边了 那走吧,咱能上车间看一下 嗯,可以的 那走吧,走出去吧 这几个都干什么 这个是咱们推曲车间 然后这个是前驻里车间 后面是咱们的厂库 原谅创库 这是咱们的施工师堂 施工师堂这么大 哦,那这个就是 那咱们的生产车间是在那儿 对,这是咱们的生产车间 哦,那咱一会儿就往那边去看一下吧 那这个以后后期这边都有规划 都有规划 保健品车间,化妆品车间 还有是行政楼 织机车间 咱们现在是暂时刚发过那儿 一点点见 咱先去那儿吧,是不是 先去那儿看一眼,这边咱都 进车间 这个地方,就是人家进门 都在这儿进门 咱们工人从这儿去 打进这儿换鞋 换鞋 搁完鞋,然后到里面换衣服 啊,依次更衣 咱们如果进到接近区的话 至少是两次更衣 咱们一会儿等 想念实品,收拾实品 对 咱们虽然说是实品 但是都是按照地级接近区 来规范的 对,拿上一个换衣服 走 这一定会有消毒车 对 我一定会消毒车 除人呢 消毒车 进入车间分男跟女跟 男生从男跟女跟走 这还是反应的 缓中间的时候需要洗手 这有洗车 喝酒吧 这就是咱们的制水车间 制水车间 这里都是二级板渗透 然后这条也用水到这里吸过渗透 然后做出的虫化水 虽然说讲过是做的是食品 但是咱们是按照大约级别 用的是虫化水 其实用水就已经合格了 但是咱们为了提高要求 提高质量标准 这是一般的食品长大约级别的 对自己要装 稍微高一点 上面装完整 在上面装完整 在上面装完整 然后直接装箱 然后直接装箱 直接装箱大包 这些就是咱们的包装车间 对 这是咱们的包装车间 然后把这个放到 包装车间的包装车间 对 送人的时候 练得比较方便 还想帮大家装车间 然后咱们每个里面 每个里面的这个 这是讲解卡 对 这是一个产品卡 简单介绍 简单介绍 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 几个科室办公地方 然后二楼是咱们主体生产社 主体二楼 主体生产社 或是阿兆B 几个科室 去射箱 看我们的色 整个极限区 是整几空档 就挖了 你看 这是空档 进封口 再出空口 然后咱们这 送花粉的分装 都在这个极限区里面 炒过了 所以说产品质量 要放心 我看那边也不好 整个是 物料是从外面进去 通过这个机器 然后通过灭菌之后 然后从这个后门 这个房间的后门 拉到极限区里面 这就是原材料 刚来的 对 这不是 这是第一步 进到极限区之后 就要换里面这种极限区 它是无菌除蚕 防蚕 就换掉了 对 帽子 你觉得我们在除蚕 这边 你往里累 对 这 这 哎 厨师长 这样 这形象 行吗 现在 就这样 这就帮了 嗯 所以 我不知道你帮我 反正这玩意 这玩意高就这么高 对 这是护锁的 不是 保重这个空间 因为咱们是帮助外面进来 并保重不带细菌在里面 这块是从 就是进化 然后就是说 你这个门都是 互锁的 刚才那个门没关 那你这门开不开了 对 这有一个门 只能往全关的时候 才可以 只能一个门开 哎 我还说我认为 自己应该进不来 哈哈哈 你那门没开 没关的话 我那门进不来 哎呀 所以你说对生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生产 尾生环境要求得太高 嗯 嗯 暖黄白色 嗯 蛋黄白色 这颗粒之前颜色 是因为 颗粒之前颜色 变得更浅 颗粒之前颜色 颗粒之前颜色 颜色稍微深一点 对 颗粒之前颜色稍微深一点 对 颗粒之前颜色稍微深一点 对 颗粒之前颜色稍微深一点 是啊 吃的时候到灌状了 好 好 它在一个小区域 灌状就好多 这边 这边有没有 那种 但是这个小蛾 就好多 那边有五分钟 那边有五分钟 那边有那一张 像说有那种大的人都在一起 就是一个顾色的眼睛 所有人都在一起 他这很小 几倍人一锁 那时候你问他干啥 反正清兵烤的面部还是同样 有点准备 抽键品特别好 在台阶线旁边放一个三条 然后和几个的抽键 和几个抽键 一点准备 别的不锁的 维生上面挺好的 维生这个好 都可以去发这个预案 这是啥这是我们的 这是咱们今天刚刚做出来的 下午就要发货的 这些单领一下 我们可以当下午发走 这里有点吧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呢 这些也能一点 这是存货的还是啥的 这也是今天下午发不完 甚至明天上午就都发走的 预定到明天上午的 这都是已经人家定网去了 反正要我是发的 对对对 不是跟你这后面仓 不啥的 还有呢吗 这怎么平时 我给你要点活动 反正也是是吧 也是挺灰心啊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水感做 水感这个已经都发货了 所以现在 抽花粉本身它东西好吗 现在认可能越来越多 销量越来越多 那你多生产点就完了 你加珠玛丽不行吗 是我生感能力是不成问题 但是说你现在这个原料是有限的 每年的抽花粉 原料产量它是有限的 不好的品质的咱们也不用 好的品质塞着 选择又选择 然后几乎真不是很多 豪品的原料都不多 甚至豪货也不多 他们现在没来 我拉着走不行 这个不行再长新一份 因为已经下完蛋了 这下午就要发走呗 那这就铁 那这闭眼就这一轮三桌 我看你那屋那啥 那是样品一件还是啥 你办公室里面跟铁罗总是 样品一件 我下那屋看了 好像好喝 所以一天呢 我跟你说过 我这反正找你 跟你屁股后啊 不是想要点霜 我就震荡门 不震荡门 不震荡门 哈哈 我这上次啊 这下话呢 这不是说你港车在上车 我跟你说去一趟 还跟铁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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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上次还给了多少 还能给点 铁网面 什么铁网面 我现在这次来 哎 你给我的铁网 但是我一说你的意思 好像好像 这够酱了 哈哈哈 你看我看铁网面 也那么多 就是生 你现在生产 就那么多是不是 确实是 你说这款里有点不动 你说我们也是 驱车几百公里 还得说 也是是 怕着吞蜂吞蜂 哎 你说 老门要多欢迎 那些兄弟 还能给点 就非常的 老弟 不是我不给你 确实那些是在 确实订出去了 确实是说 今天 下午天完蛋 马上就要把走上车了 这哪个铁网 还要忽悠我 不愿给我 哈哈哈 对 也是不知道 现在充满粉 以前可能不大伙不知道 现在充满粉 已经是价格不销 充满粉 它一种物质 就可以满足咱们人体 整个营养物质的需求 就是它含的营养素 专家就是考证来讲 不几个营养素 而且它各个成分之间的搭配 特别合理 特别满足咱们人体需求 从被称 就是现在都被称为 咱们人体贵心营养物质 对对对 像它含六大营养物质 咱们朋友说了 什么蛋白质 脂肪 火星物质 维生素 等等 哪一样 这些咱们说 就是它的钠钾 它是一种是低钠高钾 就是别的营养素 所具备的 而且它的钙底比例 是最接近咱们人体骨头的 所以说松花粉的好处 远远不足这些 现在老百姓的这些 特别注重自己健康了 所以说 保健的营养品 销量越来越好 就是松花粉为例 今年的销量 比去年前年都好 所以我今年订单 多 而且还供不上 所以说老弟 我不是不给你 是确实建议的用 你拉手 你可为什么 这边来的 你看 都自己家里的 是吗 反正你这活动啊 你这活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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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把他弄回到这个房子 这活动啊 这这这这这 这这我就甭走了 这个 你这活动的事 能不能压力压力 能压力压力 不压力我就走了 我想想办法 能想办法 想办法 想办法 安办一下 安办法 安办法 哦 不行 我行 你也没想办法 最能打不这个 那能打不这 都打不那 我先我这空手跑上了 我把牛吃钱放了 不行啊 你这吃 不拿点东西走 不好意思 这个这个我家了 别碰我 不想饭才能卖我了 卖多少粉朵 那安排饭咱吃饭变得好了是不是 先安排饭吧 有吃饭呢 有 有行 活动事也好好 一会儿再吃饭也好 你呢 再吃饭再见